国王和僧侣。 那为什么第三等级要起来达到第一、第二等级?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得到了这个…… 卢梭告诉他们,人与人生而平等。 但是呢,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却把他们所在所恋之中。 你记得卢梭一句著名的话吗? 叫做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之中。 对,所以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任务受了卢梭的启发是打碎枷锁,实现平等。 这个罗伯斯比尔特别崇拜卢梭,所以你去回去再做一做工作查查罗伯斯比尔跟卢梭有什么关系? 嗯,其实呢,整个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卢梭哲学的一种社会。 以卢梭为代表的,以卢梭为代表的。 那天晚上在奥尔良那个酒吧里讨论的那个问题就是卢梭哲学里面,就是卢梭的思想里面包含哪些有毒的因素啊。 嗯嗯嗯。 自由平等卢爱 和英国的口号 生命权自由权 这是美国革命的口号 因为这美国革命是对这个 从英格兰的自由传统的总结 就是那个你讲的 那叫什么书啊 自由基因所总结的 就是圣经加自发演化的秩序 生命权自由权才两件 就是这两种口号 这两个口号 实际上就是英国的这个 国家的那种气质和法国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呢这个生命权 自由权权权实际界定的 自由平等博尔谁界定呢 是法国的文人界定的 这些文人呢 是人文主义者 也是理性主义者 我们今天所 今天给我们的导读 一个非常棒的导读 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文主义者 非常棒 我觉得 是一个法国的女导游 我说我问他最后问题 他说我们要没有 他大概意思说 要没有希腊 我们就没有我们法国 我们法国追随的 一直追随的是希腊 你看对吧 说一个经文本告诉我们的第一句说 文艺复印是复古 复什么古啊 复希腊之古 再复罗马之古 所以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展厅是希腊展厅 第二个展厅是14世纪文艺复印之前的罗马展厅 第三个展厅是文艺复印展厅 第四个展厅是谁告诉我 法国浪漫主义绘画 我看谁今天门票钱花的值 法国新古典 对了 法国新古典 古典和新古典是不一样的 新古典完了下一个什么呀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 对吧 然后我匆匆的我们的今天上午的导游 导游就结束了 所以他一直强调 从希腊史到希腊中 他说我们没有希腊节目 没有法国文化 我们给你看了无数 包括最后的那个 明天你们会看到的万神殿 也是模仿的巴特农神庙 是吧 对 那么 那么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如果希腊造就了法兰西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希腊今天这么穷 并且成为欧洲的负担 他说 因为腐败 他先跟我说 你看我们的民主 就从法兰 就是从 我们法兰西的民主 从希腊修来的 他说 为什么今天的希腊 如此不堪 成为欧洲的负担 他说 因为希腊腐败 因为希腊 人偷税 这是个响亮的回答吗 很现实的分析 这是响亮的回答吗 成立的回答吗 那你在您看了 标准答案是什么 当然不成立的回答 因为民主制度 从希腊发明的 那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制止腐败的话 那还叫民主制度吗 对不对 如果偷税就可以让一个国家贫困的话 仓服渔民难道错了吗 所以这两个答案都是无效的 钱交给政府国家就会壮大吗 是今天这个女导人最后回答我的两个问题 有人在场证明 钱交给政府国家就会壮大吗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走如浮宫的时候的一个感慨 就是法国政府 或者那个时候的法国王室 实在是太有钱了 所以我跟你说 比如说 君主制的原则什么 是荣耀 所以君主所做的一切就是荣耀 我今天我跟你说 我说你在华盛顿 是在座可能有去过华盛顿的吧 华盛顿没有这样的宫殿 没有这样的珠宝 没有这样的绘画 显得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因为他们共和的原则不是 我忘了是 不是荣耀 今天的法国政府也不敢像当年的 把路易或者是百合花王朝这样去奢秘 因为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耀 荣耀原则一个呢是说 君主用钱 君主用奢华来荣耀 君主又通过权力来追求奢华 这两个是一致的 所以你们到法国来买这个路易 买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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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吧 还能说我 我不知道 我还能说 爱马仕 是吧 什么 什么 圣罗兰 伊夫圣罗兰 伊夫圣罗兰 这我们不知道怎么说 不但是 是不是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皮尔卡克战 你们自己决定 皮尔卡战 你们自己决定啊 是吧 是吧 北威姑娘回答太长了 我尽量短一点 您老师您在来法国之前 您给自己有一个问题的设定 就是您想考察一下法国 它的希腊罗马元素和耶路撒冷元素的比例是多少 我来之前就知道了 我就 我不需要看这个建筑我就知道 我大概是40到60吧 就是罗马王 罗马希腊和罗马占到60% 耶路撒冷占4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科学的 经不起推销的 很脆弱的结论 但是是您自己的一个 但是推销 但是要拨到很花钱 因为你必须调查 你必须用算法 对吧 那你觉得就是在英国的话 这个比例成分是什么样子 英国目前是5 5 那差距也不是很大 差距也不是很大 所以英国已经非常接近欧洲了 非常非常接近欧洲了 但是实际上 对您用了一个词 英国非常非常接近欧洲 似乎那你把英国排除在欧洲之外 或者是排除在欧陆之外 欧洲一直呢 一方面非常 欧洲的左 不是 英国的左派非常接近欧洲 英国的保守派呢 又想跟欧洲之间画一道鸿沟 所以才到处 所以才出现出叫做Brexit 就是英国退出欧盟的运动 嗯 法国启蒙运动 与苏格兰启蒙运动 抛开表象性的形式方式等等的不同 最核心的其实这是 这是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运动 它们其实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如果是其最根本的分歧 或不同在哪些方面 可不可以说法国启蒙运动的文明路径 与英美文明是同宗但却不同 嗯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苏格兰启蒙和法兰西启蒙 有两个根本的差异 法兰西启蒙建立的 彻底否定教会和部分否定上帝这个基础之上 然后第一个无限夸大人的理性 这是法兰西启蒙 跟苏格兰启蒙相比较的两个特征啊 第二个 说到苏格兰启蒙在这两点上 第一 苏格兰启蒙既不否定神 也不否定教会 第二个呢 苏格兰启蒙呢 充分怀疑理性 而法兰西启蒙呢 充分的重要差别 第一是对上帝的态度 第二是对理性的态度 这两个态度决定了 法兰西启蒙和苏格兰启蒙的差异 嗯 OK 那共识群友的第二个问题是 法国大革命 及法兰西共和国的构建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是不是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有很大的亲和性 首先法国大革命 很高的程度上 甚至完全受到了法兰西启蒙的影响 影响法国革命最大的启蒙思想价是罗梭 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 非常非常有效 因为马克思讲的那套制度更太空想了 还不如法国大革命的制度中 医院制啊什么委员会啊来的实在 所以在中国我们今天会听到大量的 医院制和代表代仪式的差别 您写过的 我写过的 对在英国在美国叫做representatives 代仪式在中国叫deputies 还是围绕着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参观 压力好大 没事 我们这两围绕着我们这两天的参观 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天看到好多 就是关于拿破仑的这个遗迹啊 而且拿破仑对英国人来对对于法国人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符号式的人物 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像拿破仑这样的强权人物 我想知道他的出现是不是包含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极权主义的那种影子 包含这三个的影子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个 这个 拿破仑干了很多坏事 但是法国人要说到拿破仑不能又不能不怀着骄傲的心情 就像中国人说汉武大帝一样是吧 这个很 这个是和这个是很相似的 拿破仑的出现 反映了法国人对对一个秩序的对一个稳定的秩序的追求 但是同时也答出了错误的答案 错误的答案 对 怎么讲 我们说中国为例 当清朝混不下去的时候呢 中国人肯定是要在清朝之后选择一个秩序是吧 又选择了孙中山 孙中山不太给力 结果怎么样 袁世凯又出现了是吧 袁世凯出现了 然后呢孙中山去世凯找到国民党 国民党之后呢 又找到共产党 中国人跟法国很像 不断要追求一个更强大的人来建立秩序 但是这个更强大的人本身就是祸害本身 为什么说拿破仑对于法国来说是个祸害 因为他的出现毕竟是法国大革命之后那种极度的混乱 得到了治理 他在法国的确建立了秩序 但是他却把整个欧洲带入了混乱 他在欧洲各地从莫斯科到亚平林都燃起了战火 对不对 他没让他的国民牺牲 他没让他的国民牺牲在他自己的监狱里面 但是却牺牲在战场上 这一点跟希特勒非常相似 希特勒对犹太人坏 但是对德国人并不坏 可是有多少德国人 日耳曼人 叫什么 安安什么安人 亚历安人 为希特勒战死在战场上 对吧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拿破仑和希特勒非常相似的地方 但是你要看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苏俄和中国 那更多的人是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因为自己而不是因为敌人 没错 那法国大革命 我们今天也去看了那个巴黎的古监狱 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法国的国王 还有王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我记得当时好像罗伯斯比尔有一句话说 法国路易必须死 法国如果法国必须生路易必须死 那这话我觉得非常像很多年前 就是在英国内战的时候 把英国国王推上断头台 大概也有一句类似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法国大革命 这个拿破仑和英国内战的 这个科隆威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为什么英国就出不了像拿破仑这样的人 这个科隆威尔是小号的罗伯斯比尔 太小太小 他没有能力在社会掀起那么大的波乱 波兰 也没那么壮阔 但他的结局呢 跟罗伯斯比尔也差不多 路上咱们咱们都聊了天 所以科隆威尔的1640年的这个 造反也罢 政叛也罢 革命也罢 并没有给英国带来持续稳定的秩序 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 因为很快英国就又恢复了地质 法国也很快恢复了地质 拿破仑 称帝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幅画叫 拿破仑 加 拿破仑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弩妇工一幅非常大的画 戴维的画的 对 那您觉得就是 就我 但我觉得像在英国 他是出不了拿破仑这号人物的 因为英国没有法兰西起风 嗯 就是比如中国可以出现往往 但是往往的这个这个思想根据不足 他其实出现也是贪华一线 对吧 那我们就是拿英国的革命 就是包括英国的内战 以及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比较的话 你觉得这两种革命 两种Revolution有什么不同 革命越不彻底越好 进行到底呢 那就更大的灾难 也不彻底 因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 毛泽东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 另外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 革命越彻底就意味着 暴力越多 受害者也 越多 无辜的受害者也越多 或者说 一种是政治革命 一种是社会革命 就是他搅动了整个社会 对对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所以中国的革命比法国更彻底 苏国的革命也比法国更彻底 后果是什么呢 它造就了更大的灾难 所以今天我们看说 那个那个巴黎古监狱里面有四千个人 呃 呃 呃呆过 有 三到五个人左右 只有一个人能够活出来 起码三千多人被处死了 大革命期间整个有五万人 四到五万人被处死 那中国大革命呢 我且不说死于革命期间的 1950年就有三百万以上的人被集体处决 52年 50年到52年要正反运动 对吧 这个就不播了 这个就播 OK 你继继续说 你继续说 能不能举举 比如说俄罗斯的 利子呀 俄罗斯利子跟一样呢 这个这个杀黄家族就被全部杀掉了 然后有镇压富龙的运动 然后有乌克兰有大饥荒 通过饥饿来制造服从 不服从者就饿死了 您觉得这些灾难的根都要追到 有关系 法国大革命不要负 不能负全部的责任 但千万要负控股的责任 控股的责任 就是托克维尔的一段话 我觉得很经典 他说一切民主政治革命都有一个国界 唯独法国大革命 它超越了一切国籍 它的影响 把地图上的国界线全部抹掉了 不同的法律体系 不同的传统 不同语言的民族 都被打破重组 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成为他的公民 说得太好了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好思想的好力量 坏思想的坏力量 思想没有国界 所以思想的后果也没有国界 以至于到亚洲还会 在七十年代还会出现像 波尔布特这样的政权 完全从法国学来的 再加上中国 所以托克维尔说的对 思想没有国界 是因为思想没有国界 思想没有国界 思想传播的 法国理事 还给毛泽东学 那英国也照样盛产思想啊 好思想和坏思想之分啊 是不是 好思想产生坏结果 恶思想产生恶果 好思想产生好果 那康德是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不等康德 从不看康德 从不看康德 为什么不看康德 没必要 没必要 为什么没必要 我看看德国的后来 我就知道 没必要看 法国 德国里基本上不用看 不论有多少人喜欢它 不用看 因为他们没有给德国带来什么 德国人的 德国人的今天是美国人 英国人帮他塑造的 要不然德国今天什么样 还不知道 你如何让我评价康德 好了 是 继续回到法国 回到这个拿破仑啊 我们昨天就看分担百路的时候 也看到了 就是关于拿破仑法典的 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示了 就是当时制定法典的时候的 那些什么公文报之类的 OK这问题好啰嗦 那就是关于拿破仑法典 他的历史意义 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拿破仑法典有两个 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 让法律变更与查阅 更加明晰 与案例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的条文 这个是有意义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欧陆法 大陆法和英美普通法的案例法的区别是 大陆的法更多的体现了立法者的意识 拿破仑的意识 所以叫拿破仑法典 尤其是拿破仑 就是他的立法原则 你认为是体现了这个 立法者的意志 是人间立法者的意志 但是在英国呢 是我让你看自由的经验 英国的法律说 是无故砸死了邻居的一头牛 这个历史上这个案子是怎么判的 我们看那个案子怎么判 我们今天 我们酌情在那个案子基础上 再让通货膨胀因素再多赔偿一点 这是英国法和美国法的特点 那么这个立法当初最初的根源什么呢 是圣经 圣经对这个无故打死人 无故杀人家 都有很详细的比例 就是一个是基于生命剂 然后加上传统的演化 一个是基于法典 当你想放大立法者的意志的时候 你就诉出什么 诉出法典 这就是英国的那个普通法系和 和大陆的成文法系的区别 而这个拿破仑法典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法系 今天我问的这个 导游一段话 你在旁边 我说拿破仑是天主教徒吗 你是不是在旁边 你付出一下导游是怎么说的 他说是的 他早期是天主教徒 后来 不是吗 总之他是后来又改了一次 早期不是为了统治人民方便 这个拿破仑像很多法国的思想家和贵族一样 很可能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氛围当中 但是他本身不信上帝 当了皇帝之后呢 他为了觉得 哎呀 为了统治方面就用宗教的鸦片来麻醉劳动人民 所以他修改了一次 改了一次信仰 但是这些话在 在英美是不成立的 因为英美的基督教并不制造服从 而大陆的天主教却制造服从 为什么呢 因为 有等级结构 对 有教会的 等级结构 对 今天这个人有一句话暴露了 他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叫教宗 什么叫教宗啊 不知道啊 您说 你很显然没在台湾学过汉语 在台湾学过汉语 教宗是跟教皇 就是教皇的意思是吗 在台湾叫教宗 没在台湾学过汉语吧 我说两个问题 都是你们俩人分头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一下金晓峰的问题 也是跟他刘俊宁这个逻辑走过来 这金晓峰他的路上就问了一下 他路上问了一下就说 这个法国的这个传统和英国的这个传统 就为什么英国后来他形成一种 这个保守主义的这种传统 我后来想了一下 当然我这个 我不是像刘俊宁搞政治哲学这些 我这个外行 但是我想了一下 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 他们在整个近代的这个 这个社会演技的过程当中 在这四件事情上 就在下面的四件事情上 他们有非常不同的这种这个状况 我一直在讲 地理大发现以后 人类就走上了这个 这么几百年就走上这么一个阶段 从文艺复兴开始 那么我们首先说 当文艺复兴发生的时候 法国和英国 的反应的维度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文艺复兴 它是在 在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拉丁文化传当中 一次 这个 很重要的一次这个社会变革 而宗教改革呢 是在日曼文化圈底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变革 那么你看 当文艺复兴 它在完全推进 在发展 就是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 完全发展的过程当中 英国实际上它 孤悬海外 它在地理上离它很近 因为在那个时代 它不是一个信息 像今天的传世速度 像我们信息革命 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状态 像涟漪 像波浪一样的 这种眼睛 所以地理的半径 地理的这个 这个局限性 还是非常非常鲜明的 那么肯定 我们就这两个国家来讲 文艺复兴对 法国的影响 和对英国的影响 在程度上是不一致的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你看我们确定那个 我们确定那个 那个宫叫风丹百露 这本来是一个 十二世纪的一个古堡 但是由于 我们这几天 接受比较多的一个国王 就是弗朗索瓦一世 这个人啊 弗朗索瓦一世 他为什么要把达尔文 请到那个 女什么 斯堡那个里面去 就是他的皇军附近 达芬奇 达芬奇 他为什么把达芬奇 请到那个地方去 他挖一个地道 去和达芬奇去交流 这个人是一个 非常稳利法的一个人 包括 风丹百露的整个 从1928年开始 大国民的改造 都是他为了去体现 这个关于文艺复兴的 这么一种理念 其实就说 法王 弗朗索瓦一世 深深地受到文艺复兴这个思潮的影响 由于这个王的影响 那么他对社会的这个层面的变革肯定是很大的 他对建筑学 对绘画 对艺术 对这些东西的这个变革 这肯定很大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我刚才想到 宗教改革是日漫文化传统发生了一场很伟大的运动 那么他对德国来讲 是颠覆性的 对法国来讲 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对英国来讲 他的影响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当时英国虽然也和教皇闹翻了 他 这个这个成立圣工会 作为他的国教 也就是所谓的安利干宗 但是他的整个动机 完全是一个婚姻的关系 就是国王的婚姻关系 他希望离婚 他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后遗 但是 他是一个 以非常快捷的方式 而不是一个什么 动荡的 或者革命的 或者颠覆的 或者剧烈的这么一种方式来 实现他的宗教 他是非常和平的过渡 而且他整个动机 并不是一种深刻的宗教影响 而是 国王本人的婚姻关系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项 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刚才军典人讲了 就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 这个在苏格兰 这个这个这个 所谓的北方的雅典这场启蒙运动 是明显有有差别的 这种运动在 罗梭在福尔泰这些人的影响之下 当然他们也受到英国 这个自然神论的影响 比如比方说福尔泰 从法国流亡到了英国以后 他接受了英国的自然神论以后 他回到了这个法国大陆 他把这种思想带他过来了 但是 苏格兰启蒙和法国启蒙 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 苏格兰这个 苏格兰启蒙 它是在大学里面在进行 就是这些非常重要的大学 阿萨丁大学 什么什么这些大学 这些大学说是 都有传统的农业的教会的色彩 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教会所办的 所以他是沿着这个 这个神学的这么一个思维 来推进他的这个 这个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 有极大的差别 而法国的启蒙运动在 罗梭这些人的思想影响之下 他主要是鼓动这些平民阶层 无套酷汉 去向原来既定秩序当中的 这些王侯 这些诸侯 这些国王 这些这个天主教的僧侣 这一个阶层去挑战 所以他带有明显的这种 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么一种一种特征 那么他这种特征 就是说法国的启蒙运动 很大权料上 是以破坏秩序为前提的 而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是以遵守传统为前提的 这第三点 第四点 我们看法治体系 法治体系 我今天这个写了一个 这个朋友圈 我就写了这个 因为昨天我在 百乐这个宫里面 我仔细听了一下 这个拿破仑的这个 这个展厅 这个展厅之下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我今天发了一张图片 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大理石 说向那一个人 那是一个公爵 他主要的是为 拿破仑法典 去做编创 那么拿破仑法典 他的进步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是罗马法的复兴 就是他用人法 物法和所有传法 对 比较系统的恢复到 罗马法 因为其实有人认为 罗马法的复兴 和地理大法线一样 他也是一个要在 人类历史上留下痕迹的 那么拿破仑毫无疑问 在这点上 他是有贡献的 但是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 就是亨利二世 就是英国的亨利二世 英国的亨利二世 在法制系统上 里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两点 寻回法庭制度 第二 陪审员制度 对 海洋法系 这叫海洋法系 叫案例法系 所以他在两点发明 就是说 亨利二世 在两点发明 对人类的整个 这个法制体系的思想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贡献 这个贡献之哪儿呢 就是 博克所说的 尊重传统 维持秩序 他是从尊重传统出发 以维持既定的秩序 出发来建立的 后面说 判例法系和大老法系 最重要的差别就是 他没有承问法 他的这个罪与非罪 和量刑的大小 是由陪审员来确定的 人是什么人呢 陪审员都是 部落大众 他并不由一个法官来决定 这个人是否犯罪 或者说量罪的轻重 而完全由陪审员来决定 法官是没有决定传的 所有这些 都有12个陪审员来决定 所以这12个陪审员 他就生活在这个社区当中 话不说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 这个董亚兰的这个案例的问题 我们这些都对他非常熟悉 而且类似这样的事情 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 100年前有个什么例子 50年前有个什么例子 30年前有个什么例子 他会把这些东西 通过陪审员来综合 来衡量一下 所以这种法律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对传统的延续 这种传统 所以我读了这个大争论 就是伯克和潘根的这个争论以后 我发现 他们两个人最冲突的实质在哪呢 就在于对传统的态度 和对秩序的态度 伯克被他们称为保守 潘根嘲讽他 说你为了一个美丽的羽毛 而忘了那一个 这个惨死的这只鸟 对不对 他非常嘲讽他 但是伯克一直坚持他的观点 他这种坚持 我理解他们两个的争论和讨论 其实集中在秩序和传统这个问题上 而这两个问题是相连的 那么亨利二世对英国的宗教的贡献 和拿破仑对法国 不是宗教是法律 就是亨利二世对英国的法律建设的贡献 和拿破仑对法国大罗法系的法制的贡献 这两个不同的维度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维度 这两个维度一直是到今天 一直从历史延续到今天 我们还在争论 那就是大罗法系和海洋法系的差别 那么如果这些差别的话 海洋法系更多的是 遵守传统 和维持既定秩序 我觉得这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 亨利二世的贡献 是非常妥却 是不能骂杀的 我们 拿破仑 发点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亨利二世的这种贡献 所以我觉得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两套法系 这两个地方一直是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差别 所以由于在这种 由于我说的这么四个方面的原因 那么 英美这种保守主义体系 和大楼这种革命的体系 它的差异 就应该 就应该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勾勒了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法国 我就说 它和我们中国的这种亲和力 就表现在 它用一种理念去鼓动最低层的人去参与革命 而对社会的颠覆 所谓革命 其实就是对传统的颠覆 它不争从传统 我前天讲 就是说 武士运动当时最得势的 像陈德秀 像这个李大钊 像胡石 像蔡元培这些人 他们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 就是反传统 打倒孔家店 反传统其实就是对一种既定秩序的一种 这个破坏 而不是传承 那么英国它 无论是在宗教改革 还是在启蒙运动 还是在法治建设的文章 它永远有一个理念在那儿 就是对既定的秩序的尊重 一种既定的历史传统的 这个尊重 所以我想回答你的 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浩吾老师讲到的这两个文目 普通法系的创始人亨利二世和这个 海洋法系 海洋法系 普通法系 我们就更习惯于这样 普通法系也在说的 就是我们这次在那个昂热城堡 就也看到了他的那个木官 亨利二世 艾林诺 其实他也是 就是他 金雀花王朝 就是他也是 创始人吧 他是安如公爵 法国金雀花 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创立者 其实也是从法国过去的 其实那个时候 就欧洲真的是一家的那种立体的感觉 对对对对 好的 但是人们很少能够去关注了 亨利二世对英国法律体系的贡献 就是他对传统 对那个 对那个行回法 行回法庭制度 和陪侍员制度 在亨利二世的时候 由他来所创立的 这种东西 对英国保守传统的意义 极为重要 好 那现在再来回答 顾世群有的问题 顾世群有提了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 你们也可以请这个 刘军林老师来回答一下 他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对中国这么一个国家 我们怎么样 去让他有一个 God的这个角度 有一个神的角度 就是说 他们认为就是说 在这么一个社会状态下 人们他怎么能够去接受 一个一个神的理念 一个上帝的理念 一个救赎的理念 大体上好像是这个问题 其实我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在中国当下 接受神的概念和 接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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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 接受上帝的概念 真正的 真正的障碍 是一个专制独裁的统治者 而不是其他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信仰自由 就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信仰自由 你只要去 因为信仰这个问题 就是 就是欧洲人有一句 很经典的话 信仰和爱是一样的 是不能强迫的 信仰是一个人的灵魂的救赎的问题 你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去信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 对他来说 他就是 自由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只要让信仰 取一种自由的状态 每一个人都会去选择 适合自己的精神信仰 那么 我在 我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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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格尼这个研讨会上 我也讲过 就是说 在中国 它是有两种东西 东西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 人的私欲的一种精神满足 和精神救赎 比方说 儒学 比方说佛教 比方说道家 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对一个个体来讲 形成精神救赎 形成它灵魂的家园 这都没问题 但是 一个国家 必须有公共的 这种价值形态 就是 什么东西是适合中国的 这么一种公共的这种价值形态呢 就是公共精神 有谁来提供呢 我觉得 儒家 佛教 老庄哲学 都不能完成这么一个 提供这种公共 公共精神的构建 因为公共精神的构建 它是一个从 从一个 整体的角度来讲 为一个 族群 或者为一个国家 提供一种精神的方向 这种东西 我认为 还是基督教的 还是基督教的 但是 这个东西在中国怎么去推广 怎么去实践 它的路径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个字 叫信仰自由 你这放开信仰自由 人们自动就会现成 其实中国现在 这个基督教徒的 数量已经 达到八千万左右 它并不是一个 很小的数字 我们知道在 在利马度到中国来传教 就是从明朝开始 到中国来传教 到一九四九年的时候 为止 中国只有不到五百万 这个基督徒 不到五百万 那么现在已经八千万 其实就是说 谁说这个时间的增长 和这个社会的这个开放 以及我们这个这个 进入了一个心理 这种这个信息传播的时代 人们它是会有一个选择 这个从五百万不到 到现在的八千万 本身就是一个 很好的说明问题 是不可能的 不是说不可能的 有没有阻力 当然有阻力 但这个阻力 主要的不是来自民间社会 而是来自于专制独裁 OK 很多好电影 我从来没看过 但就不表现 没看过的 没读过的 不表示他们这是坏的 只是说我没空去看你 好 那OK 那个 我打断一下 我就单独问 我打断一下 穿上我老师不要睡觉吗 不去那个 哎呦 她是清风音 不去和刚才 静静老师 关于康德的那个问题 做比较指示想 没有 我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这个我也不是康德研究专家 这个 当然这个 我们是朋友关系 我只是觉得 从文艺复兴 到启蒙运动 到宗教改革 所有这些 走过来以后 康德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完成了一个 就是按照他自己本人所说的 把头上的星空 和心中的道德 你把它分开 这么一个 我认为康德在这点上 他处理的比较好 就是说 科学里归科学 精神的归精神 我们在科学领域把上帝赶出去 我们在道德领域把上帝请回来 他通过 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 使我们完成了 一个人的终极关怀和公居理性的分离 这种分离对一个社会的转型是有意义的 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家 他这种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当中 人们往往能够混淆 终极关怀和公居理性的这种维度 因为就像伊斯兰教一样 伊斯兰教他的很多 就是这个社会 他为什么得不到进步 他就是没有处理好 终极关怀 灵魂的救赎 和公居理性之间的这种 这种分离 这种分离 其实人类对科学的探索 是一个公居理性的层面 人类的灵魂救赎 是在一个精神信仰的层面 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力 康德他在这点上他不能完成 他完成了这个分离以后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对中国的这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它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是赞成这种分离的 但是康德也是一个卢梭的信徒 当然 而卢梭现在在中国知识界 几乎就会变成一个反面的典型了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 康德是这样 康德就是说 他的这个精神原料有两个 一个是刘顿对他的影响 一个是卢梭对他的影响 那么他说的两个维度 就是头上的星空这个维度 他主要是接受了刘顿的这个关于整个宇宙天体的这么一个学说系统 那么在关于精神信仰方面 他接受了罗梭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罗梭的 罗梭的思想把它转成 罗伯斯比尔的这种革命行动 他是有一个 是中间有一个链的 是有一个链的 就是罗梭的思想既可以转成 康德的 这种心中道德 也可以转成了法国的大革命 所以这就是看你怎么从哪个角度去承接他 去承接他 所以 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认为 我在理性上 在我个人的理性上 我赞成康德 我赞成康德 主要是赞成他 把人的终极关怀 和人的公聚理性分离 我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康德 康德 不是不是我不喜欢康德 为什么说我没有必要关心康德 因为人类第一 人人类最重要的遗产 跟康德没有关系 对 我不告诉程老师 你我什么嘴 最重要的遗产跟康德没关系 可是康德 不是康德对英美的 一点贡献都没有 对不对 对吧 所以 出于一个 我的注意力有限 我的一个 我省着 我钱少 我省着花 我没注意力广泛的去 去关注是吧 注意力成本是吧 我们不能说 一个人只要是他 说他是哲学家 我就去仔细的读 那我就累 累死了 还没有收获 所以 所以因为康德 对英美的自由传统 没有贡献 对德国的自由传统 也没有贡献 可是刚刚 我老是说了 我说第二点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这是韦伯的方法 我反对这个方法 为什么 理性不能决定价值 如果理性能决定价值 这就是这个理性主义的立场 价值谁决定的 价值谁决定的 如果我认为我一理性 我就决定什么对错 你们认为 你们每个人对我理性 你们都能决定对错 我们冲突怎么办 那不就打架吗 就像我们看到 那不就打架吗 这个好吗 你喜欢打架吗 是不是你碰到冲突就打架 喜欢打架 自家就这样 你自家就这样 别欺负我们男同志好吗 别欺负我们男士好吗 我说我说三点 第一呢 康德对人类的重大自由传统没有贡献 我还不举他对人类自由传统的危害 我这个我都先不举啊 这个我在我的从 在我的有一篇文章叫做 从法治国到法治 这篇文章写了 评众的康德 大家有个句看一看 从法治 国到法治 到法治 我们回头一定就仔细愿 你可以 我先你说 我说的第一点 我说的第一点 这个康德对 对人类的自由传统 没有重大贡献 所以我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 我就 不夺他 他是好人坏人 就像沙都不利样样 那很好 肖邦也好 我不听肖邦的原因 因为我真的不懂音乐 不是 但绝不是因为肖邦是坏人是吧 对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那有没有可能你错过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绝对不可能 因为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因为肖邦真的挺美丽的 挺美丽的 因为那是对懂音乐的来说 我是爱文学的 那不存在 就错过了是吧 你说郭德纲相声受到 我要不是相声爱好者是吧 那那那那 我称他受到 但我不是相声爱好者 太极简了 这解释 那还有很多物理 学各个每个女一都有博打精神的 但是我大部分女一我都不喜欢 或者我不懂 你喜欢什么呀 我啥都不喜欢 你说康德 好 对 我说第一点 第一点说第一点 他对人类自由传统 没有可记载的重大贡献 我们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 第二 他把理性分成价值理性和 和工具理性这是错的 因为 因为理性本身就是工具 理性没有价值 理性不能决定价值 价值不是理性决定的 每个人有理 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决定对错什么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官 这个事实上就不需要法庭的 我判断我对错 因为我也理性啊 对 理性不能决定 所以 所以韦伯在中国 我知道你们有煽动人很喜欢韦伯 但是韦伯就是一个社会学家 他知道我说谁是吧 颜柯文老师 那我就不是 早年 我在87年以前很喜欢韦伯 但是后来我就不看韦伯了 我再说第三点 康德是辩证法的先驱 先把世界分成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二元化 这是一个 对啊 这是错的 二元化世界 世界是一个 世界就是一个一元的 不是一个二元的 可是我们觉得好像 好像就是 二元听见 不是 二元化 那是一个一系呵成的 生与死不是一系呵成的吗 实际在生与死之间 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啊 说 不是 你说的是文学吧 你说的是文学吧 是吧 生与死是一系呵成的 你生就是生 死就是死 他是人的一生 死作为生的 所以说 你当把世界变成二元化的时候 你辩证法的 全部前例都出现了 可是宗教 可是基督教的世界 不是有一个天国的存在 不是有一个天堂的存在吗 那不就是彼岸吗 不不不不 从来不叫彼岸 此案是连着的 不是 天堂和世界连 你必须修行 你才能进入天堂 这个是 像生与死一样 是一系呵成的 中间 不存在一个 你不可跨越的鸿沟 很显然没有信 没有认真的读过康德 彼岸世界 就是一个超越界 我们是在此岸世界 彼岸和此岸 不是 你说错了 彼岸和此岸 都是康德的说法 在基督教里面 在英美里面 从来不说彼岸和此岸 可是你说这 你说这之间没有鸿 没有鸿沟 是一条一气呵成的 可我觉得这之间隔着生和死 生和死一气呵成的 我刚才你讲过了 你还跟我争论 生和死不是一气呵成的吗 你说生和死之间 还差了三百年 这个人三百年以后才死的 可是我们生着的人 怎么可能去跨到死 那个世界 说明你这个还是 你这个叫劲 从罗马帝国 到法兰西帝国 这些伟大的君主 他们一方面信天主教 一方面他们什么事都要干 后来他们最垮了 要是说 我一直鼓吹说 旧约的 这个摩西的世界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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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永恒的法则 只要这个 这个信上帝 就有着得救 是吧 为什么 为什么上帝不保 不保佑罗马帝国 也不保佑这个 也不保佑这个 法兰西帝国 世界真的很有意义 就是说 不要说你信上帝 就以为你得救了 谁记得这一条 不许你记得 第三条 不要忘称神的名义 对吧 不要说 我是神圣罗马帝国 我就得救了 是吧 不要忘称 你做的每一条 你都有七个情人 你凭什么得救 是吧 上帝的规则 是随随变化的 还是永恒不变的 永恒不变的 讲得很清楚吗 对吧 在希腊罗马 我们不知道 神的规则是什么 他因为神很任性 但是在耶路撒冷 这个神的规则 是提前的 预先的 像法治一样 告诉你的 概念的复杂 来代替 简单的智慧 在您看来 简单的智慧 是最重要的 是什么 世界就是最简单的 没有任何概念 是吧 尽一个神 尊重他人的生命 尊重他人的财产 你有自由 在上帝 给你的自由范围之内 你有自由 法兰西的自由 是由人的理性 来界定的 世界的自由 是由神来界定的 就是 你的自由 是不能妨碍 他人的生命 不能妨碍 他的财产 不能妨碍 他的自由 同时 你又敬畏上帝 这是你的自由的界限 但是法兰西 在没有神的前提下 结果你看到 同性恋的这个舞台 今天是一堂 活生生的课 是吧 天主教不信上帝 作恶那么多 为什么上帝不把天主教 给摧毁了呢 天主教 上帝对天主教 对天主教 所支持的帝国 很狠 很审判 东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 法兰西 任何一个妄称神 以神的名义 作恶的人 神都不会放过 我说的是教会 教会也是一样的 因为教会怎么现在 还存在呢 那么犯那么多 不 你看你看这个 教会没犯错 是教会里面的人犯错 这些人都已经死了 很多遍了 而且他们现在 也努力改正了 特别是美国的天主教 美国这些年的天主教 在神学上 有很大的反省 也有很大的贡献 就是你不会因为 你不会因为和尚 拆了一座庙 难道不是这么简单吗 哎呦 我现在就因为老师 你觉得谁主张 因为和尚会而参妙的 我们代表上帝 我揣测 我们要努力理解 对上帝 我们不能代替上帝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理解 我们也在理解 在咱俩立场 你说的我没理解 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 你说那个 法国 法国的国王有七个女人 所以他崩溃了 教皇也有好多女人 为什么崩溃呢 所以说教皇失去了 加冬国王的权力 那还吃着太早了 你让他失去什么 他应该失去教会 他失去庙什么 他自己离开 庙还在那个地方上 你说皇帝 皇帝 违背了上帝的意愿 他的帝国就灭了 你教皇违反了 违反了上帝的约 你教会不应该毁吗 而且你说就是教会 你某些人犯错误 那不对 那解释双重标准 你这话说的不讨大 双重标准 你这话说的不讨大 还有好多索德马 这时候没有回应的 你这次说 只要索德马的苗头一出现 跟共产党一样 要把布 那一层扼杀在苗 是萌芽状态是吧 跟共产党解释一样 我们是 我们请 不要他家的房 我只是要讲一个逻辑 不要房 不要逻辑 得 看不见这次了 我们要现金 不行 那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和基督教信仰 启蒙运动 存在什么关联 那交战的双方 基本的都是基督教义的国家 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和反思 那这里呢 是否在德意志 或普鲁士文化 对文明理解的差异 这个事情呢 这个他这已经说 这个已经偷换了概念的 什么叫基督教义的国家 他 这两个国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 但这并不表示 这两个国家的皇帝所做的一切 都是符合基督教义 这个一定要区分开来 对不对 中国有基督徒 中国明朝宋朝 唐朝以后就有基督徒 基督教义的国家吗 能说 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 是吧 中国是个共产党员 很大影响的国家 你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吗 我当然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问法本身呢 有问题 而且任何 比如像你去查查 回答这问题很简单 你去查查说 希特勒 跟这个 跟这个 德国天主教 基督教会的关系 他就知道 他自然知道这个结论 让他自己举证 我要举证 他觉得 我又举证很 太片面 又主观 又不客观 又不全面 我来再问 刘君宁老师 一个问题 刘君宁老师 那如果我们 要持有保守主义 或者说 具备保守主义的思维 但是呢 阻力和障碍 是有哪些方面 还有一个 就说 有什么方式 能真正的 让保守主义 不是小众 甚至呢 只是 极小众的拥护者 有什么方式 太简单了 他首先让自己 成为一个 坚强的保守主义者 然后他跟我们一样 做一个心情的搬员工 凡是跟自己 有关的事情 不要问别人 很多人说 中国如何自由民主 你们都不要民主 我这么能告诉你 中国如何自由民主 对不对 如果中国如何好 我们说一个更 我们说自由民主 有自由化解 我说 中国如何才能好 中国如何 你们不要中国好起来 你们不为此做贡献 你问我 我说 我给你开药方 你开个毒药 你回家吃了就好了 所以 在公共政治领域 不要问别人答案 要问自己答案 哦 你想蹭 你想蹭车占便宜 是吧 别人努力 然后你在那享受 是吧 他的意思实际上 是想蹭别人车吗 对啊 就是为他们 我们让他不享受 怎么更广泛的 就是我为他们买单 不就这意思吗 我们在前面牺牲 他们在后面享受 您他们去怎么做 他们去怎么做 让他不成为小子 小华兄的不信真好 小华兄负得 我们回家 完全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保守主义的原则 任何问这个社会该怎么样的 都要想象自己为这个 说我们如何 刘老师 刘军 军宁老师 军宁 他不是卖钱的人 我让你们好起来 不要卖钱的人 我就卖点钱给你 你家就付了 是吧 他也得拿东西买 我不能送钱给他是吧 这个回答满意吗 群友们 我刚在思考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吃花生米了 赶紧验下 一会儿 先别人上班 那个 听您老师 因为我也曾经去过英国 看过英国大宪章的签署 第一二一五年的 兰尼米德草地上 约翰王 就是 我们去看的那个 亨利二世 安如 安如伯爵 亨利二世 他后来做了英国国王 他的大儿子是石心王 小儿子就是约翰王 那么被摁在草地上 和贵族签署了大宪章 我们一般都认为 英国特殊的根源 就是从大宪章开始的 而且我读休末的 英国史的时候 麦考来的英国史 就谈到 他说幸亏英国出现了一个软弱的 一个无能的国王 所以呢 这件事情咱们也讨论过了 对 但是我就是 幸亏英国出现了这么一个国王 所以呢 王权被限制了 所以英国从此变得特殊 和欧洲那种 这是谁说的 这是麦考来说的 那法国呢 那法国呢 就是王权一直特别特别的强大 所以他的王权受不到限制 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法尔赛 这两个结论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我就想问你 就是说我们一般追英国和法国的不同的时候 我们会追这个王权是被就是限制嘛 是不是被限制 就是说 很少追 就是说比较少的能够一下子就追到基督教这个根上啊 因为史学家们总喜欢偷懒 要用一个事件来解释一切 如果你没有那个轨道 这个事件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事件的作用 在没有轨道的前提下 不能被过度夸大 我们说中国是 且不说 且不说四九年以前了 四九年之后有七六年 四五运动 有这个 有八二八三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精神污染 有八六八七年血潮 有八九年血运 为什么每一个机会窗口都打不开呢 因为你这个历史的关心太大了 如果历史关心弱到一英尺度 有个人打开一串机会 机会的窗口 我们就看到啊 这个航船的方向被改变了 但是前提什么 我们看不见的是 这个历史的脉络 已经弱到了一定程度了 如果在这个历史脉络 没有弱到一定程度 或者强到一定程度 或者弱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 这个历史创口是打不开的 今天要去 你们去天安门广场 你们去抗议 你们带着你的全电视台抗议 白抗议 没用 因为什么 那个历史契机还没到 当这个历史一到着 历史创口一打开之后 就会有个阴性出现 这个阴性出现成长 一切功劳的时候 我再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就是您认为 那刚好就是一个打开的时间窗 首先是有历史的契机 这个历史的窗口打开了 你才能从楼上跳下去 好 但您就是左而言之 根还是在 还是在一个 不是 还是在一个 你的历史轨道行不行程 是不是 要不然你如果加速啊 是不是 OK 好 原则 就是他的立法原则 是吗 我想知道 就是英国人是怎么评价 哪个人发动的 还有他和英国的宪政传统 我问你吧 我问你吧 你不能问我 中国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 大陆法系 中国是自由国家 还是民主国家 还是专制国家 我们的 你不要对你的 核心价值观 第一条就是自由 然后民主 我差点同意你了 富强文明 我差点 继续 继续 这是考题啊 必须得会 所以为什么专制国家 为什么专制国家 都是大陆法系 为什么 因为他给立法 这一个想象的 不存在的立法权 这两个因素 最充分 羊肉也好 火锅也好 碳也好 是吧 碳烧个 总是能烧到一个60度 是吧 没法吃涮羊肉 你觉得法国两个因素 都起了 就是革命家的 启蒙的思想灌输 和革命者的热情的数量 都到了 所以想发生 就像在中国一样 是吧 中国这个 万恶的这个 这个旧事会 太可恶了 是吧 陈德秀 陈德 陈德 陈德秀 胡适 李大钊 是吧 OK 那 接下来这个 你觉得法国 他在美国革命当中 扮演了 什么角色 这个不容易 我想知道 法国为什么支持美国革命 法国没支持 拉法耶特支持 法国也支持 路易十六国王 都签署了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他们反对英国 就像美国为什么支持 罗马尼亚 你知道切尔赛斯 过什么结果 为什么切尔赛斯 为什么美国支持 罗马尼亚 因为罗马尼亚 抗衡苏联 为什么尼克松 要跟中国更好关系 因为中国抗衡苏联 这是一个国际政治事业 跟价值观 没有关系 跟价值观没有关系 对 罗马尼亚